你在酒吧里遇到过什么怪事吗 今天的故事来自内蒙古乌海市的网友 行走的荷尔蒙 小名叫龙龙 19年的时候呢 他在当地开了一间酒吧 楼上包厢 楼下大厅 平时下午两点以后开门营业 服务员和厨师会陆续过来上班 那个时候呢 他喜欢玩一款网游 在这个游戏里呢 就认识了几个好朋友 没事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聚在一个聊天软件里聊天 有一天中午12点左右 龙龙就很无聊 提前来到店里 到了店里之后呢 一个人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喝着果汁 打开了聊天软件 和网络上的朋友语音聊天 那么十来分钟之后 这个店里呢 就来了一个大爷 是龙龙母亲的朋友 于是呢 这个龙龙就赶忙啊 打招呼 大爷看了龙龙之后呢 就问他 龙龙 你妈妈在吗 龙龙就讲说自己刚刚到店里 还没有看见他 大爷的神色呢 有点古怪啊 看了看龙龙之后呢 就走掉了 于是龙龙继续和网友聊天 那没一会儿 酒吧里的厨师来了 是一个阿姨 两个人打完招呼 这个阿姨呢 深深的看到他一眼 就出门了 龙龙当时呢 就觉得很纳闷啊 因为这个大爷和这个阿姨 看他的眼神都很奇怪 那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龙龙的母亲 跟那个大爷一起来到酒吧 母亲一进门 就急呼呼的问了 臭小子 刚刚跟你一起的女孩是谁啊 一句话把这个龙龙问的就 懵逼了 就回答说 没人啊 一直都是我自己啊 那这个时候呢 大爷也说话了 龙龙 咱刚生了孩子啊 可不能乱来 刚刚那个女孩 虽然说挺漂亮 可你毕竟啊 有家事了 这个龙龙一听呢 更懵逼了 就讲说叔叔啊 这个玩笑开不得啊 我真就自己一个人 这个大爷呢 就笑了笑啊 人家刚才 就一直坐在你身边 靠在你身上 你不理人家 在玩手机 我没有讲错吧 龙龙听到之后呢 是极力的否认 当时就觉得 大爷年纪大了 眼睛估计也花了 好了 那正当三个人啊 说这个事的时候 这个厨师阿姨 回来了 龙龙就跟老妈讲了 你不信 你问问阿姨 一直就是我自己 老妈当时呢 就回头 问这个阿姨 他下午就一个人 这个阿姨呢 特别肯定的说 不对啊 还有个女孩 穿着黑色的连衣裙 一直坐在老板的身边 也不说话 我以为是老板的朋友 心想啊 不要打扰他们 然后我就出去转了一圈 那听到这儿啊 龙龙的脑子嗡嗡响 如果说一个人说 也就算了 看到他们两个人 都这么认真的说 就觉得这个事 有点不对了 本身呢 这个龙龙作为 我的老听众了 也听过一些 酒吧KTV的故事 所以当时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遇到事了 这个母亲呢 一看龙龙声声不对 就过来跟他耳语了几句 臭小子 你可别乱来 但当时呢 龙龙很认真的 跟母亲说了啊 我说我就一个人 你信不信 老妈毕竟呢 很了解自己的儿子 就打了个哈哈 说你叔叔阿姨他们呢 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不要当真 随后呢 转移了话题 说了些别的就走了 之后龙龙的心里呢 就一直很个硬这个事 但好在后面啊 一切正常 渐渐的也就淡忘掉了 那直到两个月之后 第二天呢 就是元旦节了 当天晚上 店里呢 就来了几个 好久不见的朋友 龙龙呢 一直陪着他们喝 但是意识呢 是绝对清醒的 喝到凌晨三点左右 店里的客人呢 就陆陆续续走完了 服务员呢 也开始打扫酒吧 只剩下龙龙他们这桌人了 最后呢 喝到四点多快五点的样子 朋友们也撤了 龙龙亲自 把他们送到门口的 完事啊 就叫服务员收拾一下 准备带他们出去吃宵夜 好了 清理完毕 关掉了大厅的总闸 就准备锁门 突然 服务员小李就说话了啊 龙哥 大厅舞台上 有个客人还没走 是不是你的朋友啊 这个龙龙一想不可能啊 朋友都是自己亲自送的 就赶紧从外面看了一眼 他那个酒吧的门呢 是玻璃的 正常情况下 是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可是大厅的总闸关了 就很难看到里面的情况 尤其是舞台的位置啊 因为舞台离门太远了 可偏偏 舞台背景灯 是亮着的 那就能很清晰的 看到一个女人的剪影 站在话筒前 看不清样子 但很明显 是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穿着裙子 这个服务员小李呢 就要开门 被龙龙给拦住了 因为他心里非常确定 店里已经没有客人了 这个事呢 又让他想起 前段时间发生的事 当时呢 就特别的慌 就带着手下人 吃完东西之后呢 天也亮了啊 可是这个龙龙呢 越想越不是滋味啊 怀疑自己 是不是喝多了 看错了 真把客人给锁店里了 于是呢 又带上小李他们 回到了酒吧 那么酒吧 前门后门 消防通道都锁得好好的 可是转了一圈 别说人 老鼠都没有 由于平时啊 舞台上是有乐器的 还有些客人呢 会给歌手敬酒 为了避免一些事情 舞台上是有监控的 龙龙呢 就进到办公室里 要叫监控桌来看 当时小李 和另外一个服务员也在啊 在这个监控上 就显示的很清楚啊 他们走之后呢 一切正常 很明显 舞台上没有人 可是为什么 头天晚上 他们会看到一个 女人的剪影呢 难道说 是阴影 灯光的角度 碰巧 造成了这个假象吗 那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 监控视频里 忽然传来一个 女人哼歌的声音 现场瞬间安静了 听了十几秒之后 龙龙关了电脑 带着小李他们 慌张 逃离了现场 当天是元旦 对于酒吧来讲 是个好日子 可是龙龙呢 当时就把店给关了 给员工放了假 自己呢 带着老婆孩子 去杭州散心 回大之后呢 把店给盘了出去 因为心里慌呀 害怕嘛 后面呢 也不敢随便干酒吧了 到最后啊 跟干这行的朋友 聊起来这个事啊 前辈们几乎都说 酒吧这个地方 很容易招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 有人甚至 就听到过一个 没人的KTV包厢里 传来唱黄梅戏的女生 可是一开门 什么都没有